我們除了立方體外,其實它還有提供幾個其他的 那我們可以先從這邊 你如果剛剛這個,老師順便提一下 如果你做好了,要存檔,對不對 我們這個雖然是雲端服務,它跟一般的雲端服務有點不一樣 我們Google的是不是,你不用跟它講存檔,它就自動存檔 但是這個是你要跟它講要存檔,它才會存檔 在哪裡呢?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個? 我們這個年代的這叫磁碟片 下一個世代的叫記憶卡 請按一下,它才會幫你把你的檔案儲存起來 好,你看存檔有沒有發現它消失了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存檔的部分消失了 這樣代表它已經儲存完成 所以如果你有出現那個代表你有修改還沒存檔 那它會放在哪裡呢?放在這邊 你看這裡 就是你可以回到你的這個專案這邊 好,這裡 就那個人頭那邊點一下 有沒有一個My files 我的檔案打開 這樣有看到了嗎?對不對? 你的檔案包括你剛剛上傳的圖片也在上面 所以下次你要拿出來就從這邊拿 那我順便提一下,如果你要分享怎麼辦 還有啊,我們做這個 不是很重要做3D列印嗎?對不對? 是不是要把檔案下載下來 那我們先進來看一下 我把它點進來 如果你要把它儲存出來 有幾種方法 你看右上角 有沒有一個九宮格 有沒有 就是從這邊 當然如果你想不開 要放在Facebook也可以 因為它也支援Facebook 因為現在Facebook有支援3D固件 所以你不用再定存 自己上傳直接點這個 就可以在Facebook上分享 那我們先用標準的就是在這邊 九宮格這個你把它按一下 按了之後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分享的好多地方 可以分享好多地方 Facebook、Twitter這些都可以 那我們一般3D列印最常用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幾種格式 就是這幾種格式 所以基本上3D列印主要是STL 那如果你要拿到別的地方 像這個都可以 比如說我們還有一個軟體 你剛剛請大家下載使用3D有沒有 你就可以用這兩個格式把它揮進到裡面去 自己做的模型自己管 那另外還有一個 我這邊先點一下好 好 然後就開始下載囉 來請浪費你人生10秒鐘 一分鐘啦 抱歉 有沒有開始在倒數了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免費帳號 所以你要等一分鐘的時間 這裡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邊呢 剛剛是不是有看這個 你往下走 往下走 我有放一個這個 3D列印 我看一下 我另外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把它放在網頁上 這個就是哪一個 你看有一個互動有沒有 按右鍵可以平移 都跟剛剛的操作一樣 按左鍵是晃來晃去的 好你看一下這裡 這個 剛剛有的 好快好了 這是下載的 我剛剛放在網頁的就是用這一個 有沒有HTML 所以你也不用下載下來 直接把這網址貼上去 你的部落格上網頁上就可以分享出來 好那這個快好了 download 有沒有我們的HTML就下載好了 但是各位要記得喔 我們HTML是沒有材質的喔 所以你剛剛只有投影啊 那些不會在裡面 只有模型而已 只有模型而已 這樣了解 好所以 就是要浪費人生一分鐘 給大家做參考 你要儲存跟匯出就是透過這個方式 就是透過這個方式